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现有各类肾病患者近亿人 并趋于年轻化 十岁以下的儿童屡见不鲜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不良饮水习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毁肾的三大饮水习惯 一 口渴再喝水 很多人平时没有喝水的习惯 一般都要等到自己口渴了再喝水 殊不知这样的喝水习惯 对人的肾脏功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 人的身上出现口渴的现象 就说明人的身上已经出现脱水的现象了 这种情况下再喝水显然是不够的 长期这样的话会伤害到人的肾脏功能 二 用饮料代替水 饮料的确比水要好喝很多 这是由于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食品添加剂等物质 如果单纯追求好喝而喝了大量的饮料 那么一天中的热量就会大大超标 热量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肥胖 还会使胰岛敏感性下降 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另外 尿液浓度也会增加 它们经过肾脏时将会给肾脏带来巨大负担 导致肾脏受到损伤 三 长期喝浓茶 大家都认为喝茶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喝水也是会伤害到人的肾脏疾病的 因为浓茶里面含有利尿的茶碱 会刺激到人的肾脏 导致人肾脏内的毒素加重 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引起一系列肾脏疾病 日饮水量你达标了吗? 根据营养学会膳食指南要求 男性日饮水量1700毫升 女性日饮水量1500毫升 也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3-4瓶 平常的杯子8-10杯 而且一定要注意 这是除了正常吃水果、吃饭之外的摄入量 那么很多人会有疑问 那我早上喝了碗粥 是不是饮水量达标了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记住八个字 暗需喝水 因人而异 人的年龄体质、气候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 都会影响对水的需求 所以喝水量也因人而异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固定地 达到每日1500或者1700毫升 相信很多人有疑惑 那到底喝多少? 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 总结一下 就是针对于每日摄入的水量 一、正常体质 在达到每日必须摄入500毫升量的前提下 想喝就喝 可以多从蔬菜水果中摄入 像黄瓜、西兰花、草莓等大部分的水果 90%都是水组成 二、伤寒、痛风、肾结石患者 必须超过要求的日饮水量 在七个最佳时间点喝水 对身体健康事半功倍 第一、晨醒时喝一到两杯水 夜间睡眠后 人体处于脱水状态 晨起补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激活代谢功能 使组织细胞由沉睡 转为正常工作状态 第二、饭前喝一杯水 有助于调节饥饿感 饭前喝一杯水 可以稀释胃酸 增加饱腹感 有助于防止暴饮暴食 2018年10月 在临床营养研究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 与饭前不喝水的人相比 经常饭前喝水的人吃得更少 体重更轻 对于胃肠功能正常的人来说 喝冰水可能会更好 2019年1月 欧洲营养杂志对男性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与喝温水或热水组相比 喝两杯约20摄氏度左右的冰水的参与者吃得更少 因为寒冷的温度会减慢消化速度 并降低食欲 第三、吃饭时喝一杯水 促进消化 吃饭时同时喝水 有助于消化 与高纤维食物一起喝水 尤其重要 吃饭时如果不喝水 可以选择喝汤 充分的水分能够促进食物消化 有助大变成型 减少便秘 第四、午后状态低迷 多喝水 经过一上午的工作 下午三点左右身体的能量下降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种低迷状态迫使许多人喝咖啡 来补充能量、提神 但这种饮料会影响睡眠质量 过去的研究得出结论 与安慰剂相比 即使在睡前六小时喝咖啡 也会扰乱睡眠 吃高糖零食 可能会产生类似的不良影响 2019年1月 发表在营养杂志的一篇评论指出 除了疲劳外 身体脱水还会导致愤怒、敌意 困惑、抑郁等情绪不稳 因此 午后应该多喝水 让喝水成为日常习惯 有助于确保你的精力和情绪稳定 第五 头痛时多喝水 国家头痛协会表示 头痛可能是脱水的一种症状 更重要的是 脱水还可以诱发偏头痛发作 2020年7月发表在临床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成年人的研究表明 对于偏头痛患者 增加饮水量有助于降低偏头痛的严重程度、发作频率和持续时间 第六 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多喝水 在运动前一到两天开始补水 让身体水分充足 而不应该在运动马上开始前猛喝水 这可能会导致你在运动时出现不舒服和复照 应确保在运动前几天定期喝水 尤其是那些剧烈运动或出汗的运动 在中等强度运动前 比如慢跑、快走、骑自行车、打太极拳 大约运动前30分钟喝一杯水 并在锻炼时少量补水 然后确保在运动完成后可以多喝水 以补充因汗水流失的水分 第七 睡前喝一小杯水 睡前不要喝太多的水 以免半夜起床上厕所 影响睡眠质量 但是睡前喝一小杯水是合理的 以防口渴也会影响睡眠 对于许多服药治疗的患者来说 一种常见的副作用是口干 因此睡前喝适量的水很有必要 喝什么水最好? 答案是白水 在健康饮料指南中指出 水的等级也可分为六等 呈金字塔状 不同类的水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等级 白开水、矿泉水 这类水包括白开水、矿泉水等白水 它们有人体吸收必需的矿物质 而这些矿物质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新陈代谢 和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 就是我们平时最应该多喝的水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尽量避免饮用多次煮沸的开水 这是因为开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比生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更高 而且经过反复多次煮沸 时间过长 亚硝酸盐的含量均明显升高 饮用反复煮沸的开水会导致人体内亚硝酸盐含量过高 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另外现在很多家庭习惯用饮用桶装水 这样的桶装水也应在三四天内喝完 这是因为桶装水打开时间久了 细菌会顺着浸水口溜进去 如果不在短时间内喝完 纯净水也会变得不再纯净 第二等级不加糖的咖啡、茶 这类是指不加糖的茶与咖啡 它们都是不含热量的 所以都有对身体好的一方面 比如茶中含有丰富的肋黄酮 助于舒张我们的血管 而咖啡则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对保护心血管也有一定好处 但两者都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第三等级低脂牛奶、豆类饮品 这一类是低脂脂牛奶或无糖豆类饮品 这类物质是补钙的重要饮品 但它们依然替代不了白水 补充人体水分的重要作用 第四等级低热量饮品 这类指的是低热量茶饮料、乳饮料等 这些饮料中所含热量对身体虽然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但很容易使人偏好甜食的习惯 建议大家尽量少喝 第五等级甜饮料 这类同指有一定营养的甜饮料 比如百分之百果汁和蔬菜汁、运动饮料等饮品 但它们的饮用是在我们低血糖、运动时 帮助身体及时补充能量的 也应该尽量少喝 第六等级高热量饮品 最后这等级指的就是热量较高的饮料 它们会引发菊齿、肥胖及二型糖尿病等症状 建议大家应该少喝或者不喝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